112年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即将到来 为了祈求赛事圆满顺利 主办方规划到各族迎娶母货 接着再把母货带回承办县市政府进行圣货传递的仪式 而阿美族将由都兰部落进行仪式 邀请到部落头目、其老以及青年共享盛举 祈求运动会顺利圆满 112年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即将到来 而为了祈求赛事顺利圆满 主办方规划去到各族迎娶母货 接着再把母货带到承办县市政府进行圣货传递仪式 而阿美族将由都兰部落进行仪式 而主办方到来后 由部落青年跳护卫舞护送主办方进入取母货地点 并向头目以及部落其老说明到部落来意 随后将母货取出点燃圣货 并借由音唱鼓窑祈求赛事活动一切顺利 非常地荣幸 就是那么多的族群 那我们也变得到都兰部落的一个 那我相信这个都兰部落就是文化是非常传统的文化 那个就是都兰部落的一个祝福 然后传给这个外面的一个去生活的地方 那个就是我们今天特别告知祖林 这个祝福是整个部落的每一个人的祝福 我们希望这个这次的全员运的运动会 原住民的运动会 每一个都能够得第一名很好的一个成绩 这个是我们都兰部落的祝福 112年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将在台北举行 规划到各部落并依照当地各族的传统 进行母货领取仪式 除了祈求赛事顺利之外 还富含着传承的意义 接换注意东河相报道